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别合法 你将这诚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 感尽复兴 各位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可以跟你一起来敬拜神 好吧 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 一路要我们来歌颂赞美我们的主 一切歌颂赞美 都归我主我的神 你是陪他歌颂你赞美 我们高兴呼喊 高居耶稣神明 哈利路亚 一切歌颂赞美我们的主 一切歌颂赞美 都归我主我的神 你是陪他歌颂你赞美 我们高声呼喊 高居耶稣神明 哈利路亚 赞美主 哈利路亚 赞美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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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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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歌颂赞美 都归我主我的神 你是陪他歌颂你赞美 我们高声呼喊 高居耶稣神明 哈利路亚 赞美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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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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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赞美主 哈利路亚 赞美主 哈利路亚 赞美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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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 哈利路亚 赞美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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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同胜的来开头来说 再赞美我们的主 主的主我们要赞美祢的主 主你配得没有信心的 都会来宣众赞美 主要让我们来宣众你 我们要干给你的女主 我要来宣众你 这些都是配人 那配得 哈利路亚 是这些一切的众众 全是一切的众众 都会归给你 哈利路亚 是的主我们要来赞美你 我们要来敬拜你 因为你配得 你配得一切的宣众 敬拜跟爱戴 主我们称颂你 主我们渴望 能够更多更多认识你 更多更深的来 经历你 亲近你 主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当我睁开我的双眼 仰望主的容眠 满心感谢 主因你 主因你大能的双手 改变我的生命 你爱不变 你爱不变 我原想要恢复 keinen 我愿能更深的 我愿能更深的 神仍是你 我主 我愿能更深的 神仍是你 你美好同彩 我愿能更深的 我愿意一声歌唱 敬拜耶稣我主 当我 睁开我的双眼 仰望主的容颜 满心感谢 祝你大能的双手 改变我的生命 你爱不厌 主 你奇妙恩典 充满每一天 你的美好作为 让我 能重新为你活 我愿能更生人是你 我主 我深刻不胜利 你的美好同在 没有任何人能 没有任何人能 与你相比 我愿意深刻 歌唱 敬拜耶稣我主 我愿意深刻唱 敬拜耶稣我主 我愿意深刻唱 敬拜耶稣我主 主 主我们要一生来歌唱 敬拜赞美你 主因为你配得 因为你用不变的爱爱我们 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 你就爱了我们 就拣选了我们 就为我们命定了那个救恩 使我们能够来 重新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可以来在你的恩招之中 来活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主我们一生都要这样来歌唱赞美你 主啊我愿我能够更深的认识你 主耶稣并不是我在快乐的时候 顺遂的时候 我才觉得我得到你的祝福 主耶稣是的 我们人生难免会遇见苦难 难免会有高山跟低谷 主耶稣走在低谷当中 主有你与我同行 我就不害怕 因为我知道在你的计划当中 这一切都是对我有益 我就刚强壮胆往前走 谢谢你 主我们圣可慕你圣灵的同在 主到我们沉浸在你圣灵的爱里 主真是何等的美好 主再也没有任何的事情 主可以比享受与你的同在更加的美好 主愿你今天早晨 你那从天而来 新的高游跟新的恩典 再次来充满我们 主让我们今天这一天 单单要为你而活 单单为你而做 谢谢主 主啊我一生都要歌唱敬拜你 主啊你就是 主啊你的手就是为我生命填词 补取的那位创造者 主啊愿在你面前每一个儿女 她们的生命都像一首美好的诗歌 是蒙蜜所喜悦的 主我赞美你 是的主我赞美你 是的主 用我们的生命 补出来的都是歌唱 向你歌唱 都是来敬拜赞美你的旋律 是那美好的旋律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求你帮助电视机前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的生命 是的主我们每一天都要发出 主啊那美好的旋律 是要让人从我们生命当中 看见我们生命真有一位 又真又活的神的美好旋律 主我们称颂你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深认识你 更多经历你 更更更多更多的来亲近你 主因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有你在我们生命当中 主谢谢你因着你的恩典 我们在你的里面 让我们可以领受你所赐的那丰盛的生命 用每一个人都能够为你而活 因为我们是你所少的 我们要如何活出来呢 只有为你而活 那才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目的 与意义 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你 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各位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我们今天要来 一起来看一段圣经的经文 这段经文是在撒姆尔记上第十七章 我们要从二十节一直念到三十七节 撒姆尔记上第十七章 二十节到三十七节 由牧师我来念 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 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 带着食物去了 到了支众营 军兵刚出到战场 呐喊要战 以色列人和菲利斯人都排列队伍彼此相对 大卫把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人的手下 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 与他们说话的时候 那讨战的就是 属加特的菲利斯人哥利亚 从菲利斯对中出来 说从前所说的话 大卫都听见了 二十四节 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淘宝 极其害怕 以色列人彼此说 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 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政 若有能杀他的 王必赏赐他大财 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 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父亲家 纳粮当菜 大卫问站在身旁的人说 有人杀这菲利斯人 除掉以色列人的此路 怎样待他呢 这未受割离的菲利斯人是谁 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政 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 有人能杀这菲利斯人 必如此如此待他 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 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 就向他发怒说 你下来要做什么呢 在旷野的那几只羊 你交托谁呢 我知道你的骄傲 和你的心理的恶意 你下来特要看征战 大卫就说 我做了什么呢 我来起没有缘故吗 大卫就离开他 转向别人 照先前的话而问 百姓仍照先前的话回答他 31节 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 就告诉了扫罗 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 大卫对扫罗说 人都不必因那菲利斯人胆怯 你的仆人要去与那菲利斯人战斗 扫罗对大卫说 你不能去与那菲利斯人战斗 因为你年纪太轻 他自幼就做战事 大卫对扫罗说 你仆人为父亲放羊 有时来的狮子 有时来的熊 从群中闲去一只羊羔 我就追赶他 击打他 将羊羔从他口里救出来 他起来要害我 我就揪着他的鬍子 将他打死 你仆人城打死狮子和熊 这未受割离的菲利斯人 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 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 大卫又说 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 也必救我脱离这菲利斯人的手 扫罗对大卫说 你可以去吧 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各位兄姐妹 这是一段在《沙默记》上 《十七章》所记载的一段经文 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 我们会被《十七章》前面的 那样子的一个景象所吸引 很多孩子 他们也都熟悉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特别是在讲 大卫跟哥利亚 很多时候我们把那个重点 都放在大卫 这个好像孩子一样的大卫 跟一个巨人一样 至少两公尺以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巨人 一样的哥利亚的对抗 可是今天牧师特别要在 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要来带领各位弟兄姐妹来思想 除了哥利亚以外 其实在这当中 还有三种人值得我们思想 第一种人呢 其实就是那些以色列的军队 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中 你可以看到这一群以色列的军队 他们来打哥利亚 或者跟所谓的菲利斯人争战 他们心中有一个想要 他说若有人能够杀他 王必赐他什么大财 他可以从这当中得到很大的利益 另外有一些人 说的正是大卫的哥哥们 大卫的哥哥们 看到这个弟弟来到这战场 就责备弟弟 他认为弟弟就是骄傲 很多时候 当你这样指责别人的时候 其实你心里就是这样想 很可能大卫的兄弟们 正是希望出名 有一些以色列的军兵 为了利可以得大财 而大卫的哥哥可能是为了名 可以出名来到这里 要跟这一些菲利斯人争战 在这当中我们却看到另外一个王 很特别扫罗 他的表达好像不像一个王的样子 他所说的话真的好像不像一个王的样子 他对大卫说 你不能去与那菲利斯人战斗 因为你年纪太轻 你年纪这么小 这个哥利亚是从小就被教导要作战士 各位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为主做一些事情 可是我要说的是 很多时候 我们想要做一些大事的时候 我们心里 常常会有以上的三种想法 很多时候我们做那一件 想要做的事 或你正要做的事 其实你是想从这当中得着利益 简单的来说 就是为了钱 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 其实简单的来说 也好像为了名 我不想对你来讲 当你服侍上帝 到底是为钱还是为名 也许你会跟牧师讲说 都不是 可是牧师要请你再想一想 这当中的扫罗王 他好像一个绝望的人 他完完全全没有办法 这个巨人哥利亚在那里 骂阵几天 四十天 没有人赶出去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他的盔甲 给这位大卫 各位弟兄姐妹 上帝给了大卫 什么样子的工具 来对抗格里亚 其实上帝就用这个大卫 这个牧人 他平常就在用的工具 那就是甩石的鸡选 当他用扫罗的刀 用扫罗的这些盔甲 他不习惯的 他老老实实 本本分分分的 用上帝所给他原来有的恩赐 各位弟兄姐妹 上帝都给我们恩赐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想用我们自己 好像学一些东西 好像学一些技能 学一些技巧来服侍上帝 可是我要说各位弟兄姐妹 上帝一定有给你恩赐 而你的恩赐 好像大卫一样 愿不愿意被上帝使用 今天大卫是一个尽力而为的人 他做他应该要做的事 当哥利亚在那里骂证40天的时候 这一些人为了钱财来战争的人 心里害怕 因为他不确定能不能打赢他 为了民来打这场仗的人 他也不太确定能不能打赢他 可是各位弟兄姐妹 只有这个单纯的大卫 他用上帝所给他的原来有的恩赐 他曾经使用这个恩赐 来救他脱离狮子跟熊的爪 而他愿意使用上帝所给他的 这样子的一个恩赐 他尽他的能力来做 而把结果交给上帝 各位弟兄姐妹好不好 我们就一起来为自己祷告 我们先有一段的时间为自己祷告 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真的时候很多时候服侍上帝 来击败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哥利亚 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只是为了那些 好像经营钱财一样 你可能会跟牧师说 不会 我不会这样子的 没错 大部分人都不会是这样 可是我要说很多时候 只有我们自己心里知晓 好不好 我们为着我们自己来祷告 愿我们认清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哥利亚 而用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 来击败这个挡在我们生命当中 在那里叫证 在那里骂证 可能已在你的生命当中已经超过40年 可能超过30年 可能超过20年 好不好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为你自己生命当中的那个哥利亚 求主来使用他所给你的恩赐 来打倒这个哥利亚 我们同胜开口来祷告 求你神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认出那位辱骂永生耶和华的哥利亚 而不是不求照着我们的选择 照着我们的意识 来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而是要以你为王 因为你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主你要我们打的是什么样子的仗 求主你带领我们来打这场仗 不要我们麻木不仁 出于绝望 好像那个当王的扫罗一样 他看到哥利亚他心中只有惧怕 因为他是从小被训练来做战事的 我不曉得当他猜浅大会出去打这场仗的时候 他心中所讲的是什么 这是求主你把那样子的一个惧怕出去 让我们愿意仰望你及靠你 主啊我心中的哥利亚是什么呢 主耶稣是的 过去我多么希望别人可以看中我 过去我多么希望我所做的能够讨人喜悦 但是主啊当这一切来挟制我的时候 我就不能单纯的来到你的面前服侍你 主耶稣求你挪走这些从人而来的眼光 主耶稣是的这些眼光或许对我有益 但是主啊但是他也会是挟制我的力量 主啊求你拆毁这一切 愿你自己亲自来光照我 让我有从你而来的爱和能力 主啊让我有那个能力 可以祭拜我心中的哥利亚 让我能够祭拜那个哥利亚 让我能够跟随你 然后让我可以好好的发挥你 早已经赐给我的各样的恩赐 让我用我仅有的这些恩赐 我唯一的五饼二鱼 我都献上给你 我不为什么 我不为人的眼光 我只为了讨神你的喜悦 谢谢恩主 接下来我要继续请弟兄姐妹 为你的教会来祷告 很多时候我们教会 也正在面临属于每一个教会 不同的哥利亚 我要再说其实很多时候 当教会面对这一些 挡在教会前面的哥利亚的时候 我要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 显示出来的其实是软弱无能的 我要请各位弟兄姐妹 为你的教会来祷告 让你的教会真的是 使用上帝给你的教会的恩赐 每一个教会不论他大跟小 人多跟少 上帝有给每一个教会 那样子的一个产业 因为每一个教会都要被上帝使用 很多教会在害怕 这件事情会不会成功 因为他用能不能成功 能不能出名来决定 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谁能够把握 谁能够有把握 谁能够保证 每一件事情一定成功呢 但是教会需要来到主的面前 来仰望主 来依靠主 教会需要忠心的在主面前 有信心的在主面前 有盼望的在主面前 好不好 同声开口来为你的教会来祷告 祝你赐给教会一颗忠心的心 把你所赏赐给教会的那个恩赐 能够发扬出来 祝那个教会不论是十个人 二十个人 两百个人 一千个人 不论多少人 祝你给每一个教会 你都有给每个教会的产业 让每个教会领受你所给的产业 脱部的产业来使用出来 做每一个教会所能够做到的 让每个教会尽力来做 尽力来做 因为当我们尽力的时候 我们就要相信 主圣灵就在这当中来待 主圣灵就在这当中来恩赐 甚至圣灵就来加添给我们的力量 来帮助我们 因为主你能够做的 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做的 比我们自己所能够做的更多 谢谢 主要愿你来使用你的教会 主帮助我们 当你将你的呼召 将你的意向 加给你的教会的时候 你帮助我们 圣灵帮助我们来降服于你的带领 主在我们人看来 实在常常有很多的限制 主而且我们有我们的习惯 有我们的评估 主啊你怜悯我们 当你要我们来做什么样的服事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首先要考量 有多少人因此信主 有多少人教会的形象 别人怎么看 主啊怜悯你的教会 让我们不这么想 主因为本来就不是靠我们成事 当你将意向 将呼召加给我们的时候 让我们看见 你是因为爱这地方的百姓 主所以你要你的教会 设立在此 来服务这些 来服侍这些百姓的时候 主让我们能够谦卑顺服下来 主我们相信 当我们谦卑顺服于你的时候 主啊你说 靠着你的灵方能成事 主相信我们可以靠着你来征战得胜 接下来我们要请各位弟兄姐妹 特别为你所在的城市跟国家来祷告 我们这个城市跟国家 有许多执政掌权的人 我要再说 上帝一定有给他们恩赐 否则他们不会站在这个位置 但重点的是他们的恩赐 上帝所给他们的这样一个丰富的产业 他们要不要为上帝来使用 而各位弟兄姐妹 好不好为你所在的城市跟国家来祷告 让这些执政掌权者 他们所有的那个恩赐完完全全被上帝来使用 让你所在的城市国家 成为一个行公义 好联名的城市与国家 好不好同声开口来祷告 你好 四周完美 国家 高雄小道 到离大路祝国人 我们要来行救 包括全城市的女王们 亭皇家 最多心自然的灾害 受那要 tornado 受优来的腎民 让大会表示 我感谢他为自己敬禾 不想你 是的主 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城镇来祷告 主啊 全地都是属乎你的 主啊全地都是属乎你的 主啊求你真的是特别来恩待 来赐福每一个城镇 还有每一个国家的这些领袖们 还有他们的团队们 主啊是的 让他们被你使用 主啊让他们能够更多的那些人的私欲 不管是为了名利 为了财利 为了那些物质的诱惑 跟不合你心意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主啊来治理这地的时候 求你真的是开他们的心 求你来光照他们 让他们知道 主啊这些都不是 你把他们摆在那个位置的目的 主啊求你帮助他们 给他们智慧 聪明谋略和能力 让他们真的是存一个怜悯的心 一个公义的心 主啊在那个位置上来治理 主啊祈求你 特别是为在我们的国家 在那个城市当中 这些团队里面 有属乎你的这些儿女们 主求你来兴起 让他们是刚强壮胆的 来辅佐他们的领袖 主要让他们在当中 不只是被你赐福 他们要成为他们团队当中 祝福的管道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 向你献上敬拜 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 尽力做我们守所能做的事 但是我们守所不能够做的事 主你亲自来帮助我们 愿主自己的名得着荣耀 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敬拜祂 我愿能跟神人是你 我主 我愿意深刻不顺利 你美好同在 没有任何人能与你相比 我愿意深刻唱敬拜 耶稣我主 我愿意深刻唱敬拜 耶稣我主 我愿意深刻唱敬拜 耶稣我主 耶稣我主